作曲 李宗盛 中水不燃熄灭 如果还有明天 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 如果没有明天 要这么说再见 我们都有看不开的时候 总有冷落自己的举动 但是我一定会提醒自己 如果还有明天 我们都有伤心的时候 总不在乎这种感受 但是我要把我每次感动 如果还有明天 如果还有明天 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 如果没有明天 要这么说再见 如果你看出我的迟疑 是不是你也想要问我 究竟有多少事还没有做 如果还有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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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 如果还有明天 如果没有明天 如果没有明天 刚才那首歌 刚才那首歌是很早期的一位摇滚歌手 薛月的歌 如果还有明天 那么他当时是得了癌症 所以他后来因为做化疗 头发也掉了 那他就最后把握机会 他说我无论如何 我就是死要死在舞台上 所以他就出来开了一个告别的演唱会 那个时候是非常轰动 令人动容 就在形容说人生 真的我们经常有很多很多的后悔 哎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那这是人生的一个过程 人生非常的完美 所以当我们在上一集谈到了 亚当的情书大公开之后呢 这一集我们要换一个角度 我们就来想 亚当有没有被逼写过悔过书呢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男人这一生就在写情书 悔过书情书悔过书 不见得真的写 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我在很浪漫的这种婚姻当中在享受 可是常常你又回想 觉得婚姻也好 为人父母也好 甚至为人子女也好 真的犯了很多的错 当你不懂事的时候 伤了父母的心 稍微懂事一点 就开始伤配偶的心 等到自己真的自以为懂事以后 又开始伤小孩的心 大概人生就是这样 亲爱的朋友 大概每个男人这一生 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阶段 因为人生很不完美 所以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亚当第一次写悔过书是什么时候呢 我们都知道他第一次写情书 当然就是他看见夏娃的时候 而他第一次写悔过书 竟然也跟夏娃有关 为什么呢 因为当亚当夏娃他们犯错之后 上帝就来审判 上帝说不是叫你不要吃吗 你怎么吃了呢 当时亚当的反应是什么 亚当的反应说 不是我 不是我 是他 他说 他不是说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咯 他说是你造的那个女人 瞬间 从骨中骨肉中肉 变成某某女人 大概全世界男人都在犯这种错 婚前甜言蜜语 婚后你这个疯女人 你这个笨女人 我们就开始用你这个 你这个女人 好像从亚当开始 当我们用某某女人 称呼我们的身边的异性朋友的时候 大概都没有好事 所以亚当当年就说 不是我吃的 就开始推卸责任 说是你造的那个人 我不知道那天晚上回去 亚当要不要写悔过书 但我非常确定 如果我是亚当 而我太太是夏娃的话 我可以百分之一百的确定 那天晚上我太太是不会放过我的 她一定会说 当年是谁甜言蜜语 当年是谁脸孔带骗 让我嫁给你 一出了事 撇得一干二净 一出了事 都是你害的 都是你 都是你 你是什么男人 哇 我绝对相信 如果我斗胆像亚当当年这样子 撇得一干二净的话 我很确定 我后面有苦日子过了 会不会写悔过书 我不知道 但是 当年再长大一点 再成熟一点 那种后悔的心 肯定是有的 我蛮确定 我们还确定 当亚当年纪大一点 有一天你跟他谈到这件事情 或者将来大家 我们将来到天上 我们有一个亚当茶会 我们大家对亚当有兴趣的人 我们来一起来做谈会 听亚当分享他的心情 我非常确定 亚当的时候一定会说 如果是现在的我 上帝会说 你们怎么犯了这种错 我就会站出来 上帝 一切由我承担 夏娃 你到我后面来 亚当就会说 我是男人 有事情 找我 与我太太无关 哇 英雄就美 我真的会相信 亚当只要更成熟一点 他不会把所有的责任 推给太太 这就是男人的担当 男人不能够跟女人计较 身为男人 我们是首先的 我们是先来到世界上的 我们是学长 我们是丈夫 我们就应该要说 有问题 我来承担 有债务 我来承担 家里的费用 我来承担 这是一个男人的担当 就是我应该用我的肩膀 把这个家扛起来 甚至有需要的时候 我来舍命 这都不是问题 我想我们每一个养男生的 你都应该有一个目标 我要养出一个有担当的男生 可千万别养出一个妈宝 什么事情都找妈妈 哭着回去找妈妈 什么事情都是怪别人 自己不愿意承担责任 这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我觉得男人一生 就是在写情书 就是在付出 就是在付出真感情 而另外一个就是在写悔过书 常常检讨自己 常常觉得我的确很多地方 是做得不够 一个成功的父亲 一个男人 绝对不是他养小孩的过程 都没有什么闪失 一个真正成功的父亲 一定长大以后 他会跟他的孩子道歉 因为你不可能是完美的父亲 我们在养小孩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犯错 勇于向孩子认错 这个对孩子带来很大的医治 真的很多的父母亲到了 孩子都已经当了爸爸 爸爸妈妈都已经当了爷爷奶奶了 他才有机会意识到 原来我以前在做父母的时候 我是犯了很多的错 其实我自己的父亲 跟我说过类似的话 当我父亲看到 我自己有了小孩 我跟我的孩子互动的时候 我的父亲有对我说 他说哎呀不好意思啊 以前我们这个东北人嘛 沈阳的 我们东北人就是很严厉 跟孩子是有距离 不苟言笑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做父亲 我没有跟你好像很亲近 我只觉得我把你养大 我把你教育好 可是你知道当父亲这样说的时候 我们真的一点都不会觉得 没错 你欠我的 你现在才知道 不会 就觉得你不要这么说 因为我知道你尽力了 其实我觉得你在你的时代 你已经做到了一个百分之一百 你一个父亲应该做的 我们不会用一个严格的标准 完美的标准来期待自己的父亲 因为我也长大了 因为我知道人就是不完美 我觉得亚当在第一时间 他没办法接受人生不完美 可是只要他再成熟一点 他一定会慢慢体会到 对人生就是不完美 但是不因为人生不完美 他就没价值 不是这样的 婚姻不完美 他还是有价值的 你的工作不完美 他还是有价值的 你的学校不完美 他还是有价值的 人生不可能你要求什么都完美 但是不完美不等于没有价值 所以有了这样的观念之后 我们勇于认错 我们觉得我在错误当中 我有所学习 婚姻也是这样 夫妻吵架冲突 甚至可能会很激烈 但是我们都在成长 我们都在学习 要有了这样的观念 我们才会接纳婚姻的全部 包括他很辛苦的那一面 他很丑陋的那一面 他很幼稚的那一面 他很软弱的那一面 我们通通都会接受 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 人生有好有坏 我要同时接受好与坏 我接受我有很温暖 觉得娶到你 嫁给你很幸福 我有那个时刻 但我也有很生气 我也有很后悔 我也有很懊恼 我也有很挫折 我也有很无助的时刻 它都是掺杂在一起的 甚至于那种幸福美好的感觉 说不定只占了10%都不到 90%你可能常常都是很累的 但即便这样 婚姻还是有价值 这就是所谓的悔过书 就是当我从一个错误 当我从一个不好的当中 我学到了东西 它就是值得的 所以有投资的朋友 都明白一个道理 想赚钱吗 应该说想投资吗 从哪里开始 赔钱开始 只有当你开始赔钱 你才会懂得怎么样投资 你才会不会觉得 我就是疯狂的想要赚钱 想要赚钱 一经一意想要赚钱 最后的结局一定是赔钱 圣经也说 那些不断的想要发财的人 他就陷在网罗里面 唯有你说 我要学会怎么做对的事 然后你就要接纳 自己做了错的事 于是你的人生 就慢慢走向对的路 很妙的道理 愿上帝赐福给你 收听到这里 在网站里面 她就会不会觉得 让我留在你的心上 还有什么事